李兰菊您好 您当时八九六四那个是参加了吗 还是您是见证人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形 我当时是代表香港学年 到北京去支持学运的 我们主要就是带一些医疗的需要 还有就是那个帐篷 那个非常色彩 纷纷的帐篷 带一些医疗的需要 还有就是那个帐篷 那个非常色彩 纷纷的帐篷后凸起的 然后呢就是在六月三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看见 有一些军人从不同的渠道进来 或者是从地下 那个设备里面进 上到那个天安门的附近 我记得我大概就是 大概是九点多钟的时候 我们学年四个同学 就准备去天安门广场 就是跟那些学生回合 我们不代表学年了 我们代表我们自己 我们要跟学生共同进退 那所以我们就四个人就一行 就去到那个广场的指飞部 那指飞部刚才去的时候 九点多十点的时候也没 也挺平静的 大家学生都好像就是 反正我们这一个多月以来 那以来就是有军队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水肉之亏去给他挡过挡过去嘛 应该应该进不了城 可是到大概就是十点半以后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 就像这个学生的这个广播电台 在那个他们有一个临时的广播台 就有一个声音 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就哭着说 说同学啊同学啊 他们正向我们开枪了 向我们手无穿铁人开枪 他们真的是开枪了 我现在我就拿着这个雪衣 就是我身边的同学 他是为了救我们的时候 就是给这个军队给开枪杀了 就是我拿着这个雪衣来跟你们说 现在他们真的是开枪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好啊 这样 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十点半以后 十点半到十一点 那个时候因为十点多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那个手表 那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呢 我在天安门广场的 那个纪念碑里面的那个指挥部 就是财林 风崇德跟李璐他们 那个围着那个纪念碑 所间歇的一个指挥部 财林他们当时在吗 在都在都在 他们有什么反应 就听到这个 听到这个以后呢 他们就是大家很紧张了 然后就说 来他们大家做一个表决 我们还是要撤还是要留 然后那个他们就有一个表决 就是说要留下来的声音很大 完全的盖过的也要撤的声音 所以大家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 后来就是有一些这个韭茶队 就他们就要说再组成一些韭茶队 去党军队 然后那些那些学生就去了 然后我们香港几个同学就跟着他们去 去去去去去参加这个党军队的 可是到到那个那个强大街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些装甲车就进来了 疯狂的进来 然后他们又又没有背开人群的 所以我们就很紧张 然后可是那个长街的人数不是很多 我觉得奇怪 平常都是十几万的人出来 那天晚上为什么那么少呢 原来就是他们从那个西边跟那个东边都进都都推进来 然后就把那些人群给割开 就是东边跟西边割开 剩下那个那个网站 就是把我们孤立起来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去到这个历史博物馆的时候 已经看见有军队就在那个台阶上 威密麻麻的站起来 可是这些军队呢 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是在那里那里那里站队 可是呢 长生呢就从旁边过来 大概是到十二点多 我就听到那个信号弹 就从那个城外呼呼这样叫 叫了这个信号弹打起了好几个 好几发是吧 对对好几发之后呢 我就听见就是从这个历史博物馆 我这边看过去的这个左手边 那个树丛后面就是有很多人在叫啊 在好啊在哭啊这样 然后就把那些人对苍生已经来了 有苍生从那边就像这样打过来 打过来以后人就就脚嘛 就好就就就哭嘛 然后就抬着那个尸体 那些受伤的人从这从我面前过去这个 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临时的救伤站 救护站就是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就是救那些伤者 好那后来就是不多久就很多尸体来来往往的就这样啊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小孩啊一个一个初中生吧 拿着一块石头 然后这个石头就就就就很激动的就去冲冲过去 要冲到我面前的那些军人去去做一些一些一些举动 他说他们把我哥哥给打死了给打死了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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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聘了这样 那我就死命就是抱着这个小兄弟 我说小兄弟不行啊不可以去啊危险啊这样 那他就就哭哭就就在我肩膀上哭了一下 后来就有一个救护车就是呼呼叫的过去 然后这个小兄弟就追着这个救护车说 然后哥哥哥哥哥哥就可能他哥哥在救护车上就追着那个救护车去了 那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来不及问你的名字 可能就是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 那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小孩的身体血淋淋的就给人抬回来 对然后对所以所以我跟那个同学 我的那个同学是男同学 那个那个那个救护就说 你帮我一下把这个这个这个小孩的那个脚 这个那个主要的血管给他按住 按住 受刹伤了是吧 受刹伤了应该在腹部这样 一直血一直下那个流下去 然后就他们就你帮我按着 我等他们给他急救 大概是十多分钟以后 他那个那个医生就说 告诉我的朋友说不用按 就孩子就就没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 就是好像要晕过去 就是受不了 然后就是 有一个女医生就过来说 就是孩子啊 你要你要上车上救护车 我说我没事我不用上救护车 救护车就是留给受伤的人 然后后来救护车来了以后 那些人就叫 香港的学生在哪里 香港的学生要上救护车 我们俩都不愿意上 我们说我们不没理由去占这个救护车的空位 后来这个女医生就看着我 挂着我的手看着我说 孩子你听我说 你要安全的离开这个天安门 你要回香港告诉全世界 我们的政府是今天晚上对他的人民做了些什么 所以我就收不住他的那种嘱咐 就上救护车 所以这个政权 为什么我35年来我这些记忆是非常的痛苦 真的是我有PTSD一直都要吃药 可是我不能够我已经做一个承诺 我占了救护车的空位 我就要每一年我都要怎么样 我都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然后这个真相接出来 这个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在和平的时期 中国和平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用正居官 这个正居的军队 用真具的军队来向他的人民 守无创汰的人民来开枪 动用这些重武器 机枪跟这个坦克来镇压这些人民 所以这个这笔债一定要他们 要他们就是要他们还 所以这个这个历史一定要就是存留下去 所以这个历史的军队